我们这次的展览呢 题目就叫Burlin 三个人在柏林的写生 然后三个人的展览 背光的时候都会看不见脸 然后我觉得很像玛格丽特没有脸的作品 所以我也画了没有脸的我们写生的样子 这个呢是文林家窗户 然后他们还两封 这个呢就是上个礼拜来柏林写生 这张呢其实是我的幻想 就是我幻想柏林与布拉格之间的关系 然后长期住在布拉格 然后来到柏林之后 还是会常常见到我在布拉格的梦 所以就会觉得这个是灵魂 就是从远处来的 从山上远处来的灵魂 来到我的社区 然后进入到我的文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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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对贩卖机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在我看不懂捷克文的这个书内页之中 我明明看不懂这些文字 但是我看着文字大概30秒之后 我对这些文字的感受 这边呢就是做文明做的小书 它里面玩了很多文字游戏 例如德文跟英文之间的一些文字消化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文明的小书吧 在英文里却是饼干 德文是镜子的意思 加上爱 就变成尖盒包蛋 德文里 就会变成拖鞋的意思 然后就会变成手套 发热的梨子就会变成灯泡 这个超Q的 烧麦就是黑lo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讲阿渡的作品吧 这是柏林的高塔 高塔 然后跟 路人 就是高塔周围的路人 那时候去附近的公园写生 嗯 对 然后这个是文林家附近的 一个咖喱香肠 还有薯条 咖喱香肠 还有薯条 还有薯条 这个是 反而是画杰克的公园 然后后来同步加一层 就是混合佛林的公园 这个是文林家的窗户 这是文林家的窗户 跟我的帐一样 那时候看的时候我觉得 是很有感觉的 公园的一集 等一下 然后是公园 二 你知道这什么吗 那时候就在我们后面 一集女生在抽 哦 爸妈 这有很常个P 是park 然后这个是 你家附近的兔洞 跟 兔子 跟樱花 然后这边有一只兔子的角 哦 兔子的角 跟樱花 春天 对春天 我们就是春天的时候 来到柏林 这个就是柏林的人 就是那八方的人 哦 好可爱哦 然后这张是 嗯 再做菜 跟文林 这张是我的 布拉格 花花跟文林 读了大学 那文林是曾经在那边交换 然后因为来到这边之后 会一直觉得 面对文林的时候 还是会跟我们在布拉格的 记忆重叠 所以我就画了这个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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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